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無上聖身為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此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歌一句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說到釋迦牟尼佛成佛之後 成佛之後第五年 虛達多長者有一天到王舍城 剛好住在他朋友的家裡面 他的朋友隔天要去祖嶺金色共佛摘生 他的朋友是大富長者 他看見他們家人還有他自己 忙了整夜製作糕點 準備材料 準備食物 準備去共生 他不曉得共生 因為那個時候佛法只在王舍城附近而已 還沒有離開過王舍城 釋迦佛成佛之後都一直在王舍城附近 他有一些徒弟 就是他最初的幾個阿羅漢 那麼有到處去弘法 就是最初的吳比丘 那麼耶舍五十五個 還有金匹羅 他們就是幾個 那麼佛頭叫他們一個人走一條路去弘法 他不去哪裡也不知道 就是大家各自去 那像吳比丘裡面的馬聖比丘 就渡了舍利弗墓建連 這些人就一直在外面 然後他一起渡三家社 好 這個一千兩百五十個 基本上在 在第五年以前 基本上就已經都聚足了 都已經有一千兩百五十個 那第五年發生的一件事 對佛教也產生很大的影響 就是喬薩羅果的祈元經社 那以前都在竹林經社而已 那祈元經社的成立主要是因為 我們說這個須達多長者 那有一天 那他就是到王舍城來 那住在他朋友的家 這個捨衛城到王舍城是蠻遠的 蠻遠的距離 然後他這個把就是看見他這個朋友 那麼整夜都在忙忙製作食物 準備材料這一些 他都覺得很奇怪 就問他 說你們全家這樣做是為了什麼 他以為要供養那個品薄梢羅 他說不是 那如果是的話就 或是要布施啊 給那些窮人啊 就叫那個 因為他們大富人家都是很多那一種勇人 就給那些勇人去做就好了 給那些工人做就好了 他說不是 我要 我要 我要供佛的 因為他也沒聽見過 因為他不知道 然後他就問 那什麼什麼是佛 他就稍微跟他介紹一下 然後就 他就說 那你可以明天早上跟我一起去 結果去了之後 他去了之後 那佛 佛都會說法 硬貢丸都會說法 那虛達多長者 沒聽過佛法 那第一次去那邊聽法 就正出國 那麼這個 這個在佛地子裡面 這種情形非常多 他只聽過一次佛法 那麼他就正過 這種這種很多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就是你 我們叫做善根成熟 像我們現在如果常常聽佛法 常常聽佛法 當然你聽的佛法要是 跟解頭有關的才可以 跟解頭沒關的就沒辦法 那就是解頭有關的 基本上就是 四地緣起中道這種 那你除了聽之外 除了聽之外 你常常思維 常常思維 常常思維 那相續才會成熟 不然不會喔 然後 那之後 你善根成熟之後 如果有 那麼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解脫 如果沒有 那麼留待下次的暈緣 那麼累積累積 那麼也許你看見 你看見樹葉掉下來 也許你喝茶的時候打破茶杯 也許你看佛頭一樣 坐下來看見流行 不一定 反正就是一個姻緣 那你就會解脫 或是 或是有人跟你講 像捨立佛這樣 他只是聽見 馬聖比丘跟他講 諸法音樂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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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解脫 或是像六足這樣 就走路 走一走 聽到有人在念 應呼守著的信心 當下 當下也開悟 他也沒有覺得 但是也開悟 那麼 類似像這樣的例子 在佛教中非常多 但是這些人基本上 都是有所謂的 過去有累積文師修 所以我們學習佛法的佛弟子 應該要知道這一點 要不然你就會認為說 我就 我就一直 布施啦 或是持戒啦 或是念佛啦 或是拜佛啦 這樣就可以 不行 你一定要累積你的那個叫做 智慧 善根 善根不是說看見佛會敗 叫做有善根 不是 善根我們說過 善根 一個是什麼 無貪無稱無痴 一個是什麼 信進念定會 所以 你之所以能夠相信佛法是 你之所以從內心中 會 非常的相信佛法 那是因為你曾經 非常的肯定佛法 那你之所以能肯定佛法 是因為 你實實在在 從佛法中得到受用 是不是 你實實在在從佛法 你所學習的佛法中得到受用 所以你就非常肯定 非常肯定 你就非常受用 那你就非常 非常受用 你就非常肯定 非常肯定 你就非常相信 那這種 這一種 這一種相信 是透過 是因為你了解而相信 是因為你實際 有受用 你相信 相應了 我們就相應 所以 那種就很容易 讓你累積 累積那種 那種 善根會增長 會增長 會增長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 我們 這個 許達多長者 去天過一次之後 去天過一次之後 他就解脫了 像我們 我們等一下會講 這個 守衛城有兩家金色 一家是什麼 齊遠金色 一家呢 東元金色 就是我們講 辟舍穴 我們 辟舍 有些就是他人 辟舍穴 或是辟舍區 我們就是 他 他也是 他七歲去聽法 聽一次 就正出國 七歲 你看 那 當然我們看到這個都會很羨慕 但是主要是因為 世間上沒有無陰無眼的 那你看那一些人 他 他單純的只是因為見佛 那佛讓他解脫的嗎 不是 不是 佛如果可以讓別人解脫 他可以讓所有的人都解脫啊 他沒有 他只是 他會觀察 就是第一個 你的 你的業員要成熟 那麼佛有可能專門去找你 那麼如果沒有的話 那麼你可能遇見佛 你就是會遇見佛 就是你要有那個法源 跟佛法有因緣 那麼跟佛法有因緣 一定來自於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 你深深的思維實踐過佛法 就是內心思維實踐過佛法 第二個就是 你供養過那一些 或是幫助過那一些 修行的 有德的修行者 他在修行佛法 那你是間接的因緣 那你會也有這個因緣 其實是這樣的 所以 我上次跟大家說過 有兩件事 可以讓你 深深深深深 不離開三寶 那兩件事 你要修學佛法 要修持佛法 要怎麼樣 要護持佛法 就這兩件事 真的 那你 因為你的福田是種在三寶中 你的因緣就在三寶中 你的善業在三寶中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最重要 但是這個只是會讓你清淨三寶 可以常常聽聞佛法 可以常常 清淨善知識 可以常常與諸善人聚會一處 但不保證你解脫 佛陀的出家地址很多也都與諸善人聚會一處啊 但是有些也沒解脫啊 有些也沒解脫 但是他就是可以常常聽聞佛法 常常清淨善知識 他看到三寶會歡喜 但不一定能夠解脫 但是你要先有這個因緣 那麼你才有解脫的因緣 所以你先有這個因緣 然後還要保證一個就是 你護持佛教還要怎麼樣 還要修持佛法 那這個佛法不是說 那 那一般泛泛的 不是的 他必須跟解脫法相焉 就是我們說的 緣起無我中道是定 這個你要了解 那你了解了之後 你了解了之後 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佛妻念佛 那麼你一定要知道 那什麼是佛 什麼是佛 佛是覺悟了什麼叫做佛 他所覺悟的內容是什麼 他跟一般的凡夫不一樣在哪裡 那這個你一定要知道 那這個很重要 那很多學佛的人 他的觀念都在於說 我能夠學佛 我就是有善根 你還不一定有善根 但是當然是有啦 但是這種善根不一定是解脫的善根 那善業 所以你有可能是過去生有護持過 但是你如果沒有真正心跟法相焉 你就不能依法得解脫 沒辦法 所以這個虛普提 不是虛普提 我們講錯了 虛達多長者 這個虛達多長者 你看他是一個在家人 他平常過著 因為有錢人嘛 平常過著五欲的生活 吃好的 用好的 穿好的 出門 出門都 在家都有那個逝者 出門也有逝者的 那不要講他 講國那品婆索羅王跟這個波斯尼王 佛陀實在有很多國王都信佛 那你看他們吃好的用好的 都在五欲裡面 平常就唱歌跳舞 但是他們也解脫 為什麼 就是他們的善業善緣 還要加上他們的善根 那才有辦法 那你這個本身沒有善根 就是沒有佛法 很深刻的善根 這個是沒辦法的 那你的善業善緣 會增長你的善根 其實是這樣 那你要先有善業善緣 所以佛法最主要的 佛法最主要的 我們說過 第一步 第一步是什麼 先讓你不墮三惡道 第一步先讓你 因為你墮三惡道 你這個善惡業跟惡緣 就會讓你 不得 不得接近佛法 不得聞法 三土八爛嗎 你文法會有障礙 文法都有障礙了 你不得清清三之士 那麼你修學佛法更有障礙 你不能修學佛法 那不能修學佛法 就不能得解脫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它第一步 先讓你五屆四三 不讓你墮三惡道 然後接下來 要讓你正見真上 第一個是不墮三惡道 第二個要正見真上 什麼叫正見真上 世間的正見 跟初世間的正見 那世間的正見真上 你就可以不墮三惡道 初世間的正見真上 就可以怎麼樣 趨向解脫 向解脫 所以叫做向善向上 向解脫 這個道理你要把它連起來 你很清楚的 你這個整個佛法的架構 很清楚的 那你會很明白 我要做些什麼 我至少要做到什麼 最好能夠做到怎樣 這個你會知道 你的修學佛法的路就很清楚 那你一旦清楚了 你就很容易跟佛法相應 真的 那麼有一天 也不知道哪一天啊 那你會可能 一個閃電 一朵花掉下來 不知道啊 真的 不知道 反正就會 這個就是水果成熟了 沒有風吹 沒有人災 它也會掉 是不是 一樣的意思啊 那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結果 就像正三果的人 正三果的人生到五不還天 那你也沒有人在說法 但是他時間到了他就解脫 他就解脫 那一樣的意思 那麼所以我們看這個 虛達多長者 所以我那個時候 剛學佛的時候 常常 看這一些人 奇怪 他們解脫好像在吃飯一樣 一下子一碗吃完了就解脫了 好厲害 怎麼怎麼會差這麼多 那我們 我們那麼努力 天天拜佛拜幾千拜 煩惱還那麼重 那我們會覺得 奇怪 這個佛的慈悲好像不太平等 不是的 佛也不能違反因果的 他是很慈悲 但他沒有辦法說讓你解脫 他只是會幫助你 他沒有辦法決定 他沒有辦法決定你能不能解脫 但是他如果觀察你的善根成熟 那麼他可以促進幫助你解脫 其實是這樣的 就好像那些水果已經快熟了 我們摘下來 給他一些催熟的 他才可以熟 都還沒熟你就摘下來催熟 他也不會熟啊 其實是這樣子的 好那我們再來講這個虛達多 因為這個佛教裡面有很多不管在家 不管出家都是這樣 我們說那個佛陀最後度的是誰 徐巴陀螺 120歲 他修了幾十年的外道 有些人像虛達多也沒有外道思想 沒有外道思想 但是他的外道思想沒有邪見了 很容易轉過來 就是在過去有善根 從沒有見過佛 知道有佛也不去找佛 知道有佛也不去找佛 最後 那因為佛知道他善根成熟 佛知道這個人善根成熟 他會去渡他 有他有緣他會去渡他 所以佛陀為什麼堅持 一定要到居士那路涅槃 因為他還有最後一個弟子還沒渡完 那他只是在佛靈命中 要涅槃之前 應該叫做要涅槃之前 前幾分鐘 去見佛而已 他還不一定見得到 還好後來 後來佛知道叫他進來 因為大家都不會讓他去 那個是一個什麼場所 我怎麼可以給外道 所以要去就去 還要干擾佛要入涅槃 不太可能 如果我是阿難我也不讓他進去 因為你要保護 因為那個時候是大家都很悲傷的時候 哪有可能給一個外道 所以要去找佛 佛都要入涅槃了 因為他們不知道他的因緣 佛知道了叫他讓他進來 講沒有幾句話 而且還在佛入涅槃之前先入涅槃 你看這好厲害 那我們有時候在想 為什麼 哪一天輪到我 可以 因為你只要這樣 你真的就是這樣 這樣聽 這樣想 文師修 然後這樣修 那修當然你不能只有天了 天天你想一想 嗯佛法很好 那就好而已 佛法的好 你不能受用 那就不叫做真好 佛法的好 你不受用 什麼叫不受用 你煩惱來了他沒用 佛法就是調伏煩惱嘛 我們說佛法是覺察煩惱 調伏煩惱 斷除煩惱 覺察煩惱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斷除煩惱 煩惱來了你用不上 那佛法的好好在哪裡 他很好跟你沒關係啊 這個主事大德說 好像在數他別人的錢一樣 你在銀行算賬 數著錢 一萬兩萬三萬四萬 哇 數得很高興都不是你的錢 你學習佛法 佛法好好好 這個解脫那個解脫 這個殊勝那個殊勝 佛法好殊勝 跟你沒關係 所以現在的佛教 因為大部分的人 沒有真正去聽聞佛法 解脫的方法 覺悟的方法 降伏煩惱的方法 沒有 所以他比較不受用 所以我說 這個大部分的佛教徒 修行就是什麼 祈禱 專注的祈禱 然後再怎麼樣 然後再期望 那期望什麼 期望諸佛加倍 菩薩加持 然後我們可以怎麼樣 煩惱就沒有了 那麼這個解脫就成就了 不可能 虔誠的祈禱 就是專注的祈禱 虔誠的期望 修行這樣沒辦法 修行要專注 要虔誠 但是專注虔誠是用來做什麼 專注是虔誠 虔誠跟專注是讓你心 專注專一 那怎樣 然後可以增長你的善根 引發你的無肉慧 因為你心善亂沒辦法 結果我們只在那個地方 那這樣不行 祈禱 祈禱佛 諸佛加倍 屠殺加持 然後我們就可以怎麼樣 那好像十字奮訓上面一跳就跳很遠 沒有 佛法不是這樣的 其實以前我學佛也是這種觀念 所以拜佛念佛可虔誠的我告訴你 從念阿彌陀佛覺得後來覺得還不夠八十八佛八十九佛 然後三千佛就越拜越多 但是不能只是這樣 就是你要思考 所以後來 這個 有人問佛 有人問佛 那這個世尊就是說曲塔你都說些什麼 他說我都說緣起 所以緣起非常重要 那就是 舍利佛問馬聖比丘 你師父都教你些什麼 馬聖比丘是正阿彌漢的 他說我師父教的我非常多 但是核心的思想 主要的是講緣起 諸法因緣生 什麼叫緣起 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面 那我們也會講 有因有緣世見面 有因有緣世見面 其實就是這樣 我佛大沙門常就如是說 他常常這樣講 所以後來 舍利佛 舍利佛 他在阿彌陀經裡面說 什麼叫說法 調伏煩惱就是說法 說什麼法 怎麼樣調伏煩惱 教你怎麼樣調伏煩惱的 叫做法師 你去你自己怎麼 你自己知道怎麼調伏煩惱的 叫做法師 這個法是什麼法 解脫法 想虎煩惱的方法 所以 你看 這個有一天 一些比丘來出家 出家晚了要回去 佛陀知道他們還不懂 所以叫他先去跟舍利佛告假 然後他來走舍利佛 他知道是佛陀叫他來的 佛陀叫這些比丘來的 這個舍利佛就跟這些比丘講 你們如果回去你們家鄉 因為他要回去家鄉紅房 如果有人問你 你來這裡都學些什麼 你要怎麼講 神利佛怎麼教他們 學怎麼調伏煩惱 你看 所以 什麼叫做受用 受用就是 我知道我在起煩惱 我知道我起什麼煩惱 我知道 知道就是覺察 那麼我 我努力控制我的煩惱 調伏法的煩惱 那麼一段期間之後 就要怎麼樣 就會斷煩惱 所以暗暗記裡面有講到 那煩惱煩惱要斷 那怎麼樣才能斷煩惱 如果煩惱要斷 叫做都斷掉就是沒有 那必須要先斷 斷煩惱的前面是斷三節 斷煩惱的前面是斷三節 你三節不斷 煩惱不能斷 所有的煩惱都斷了 要斷一切煩惱 之前要斷三節 三節是什麼 觀念上的錯誤 身見借盡其疑 以身為我 受受想情事為我 那麼有錯誤的修行觀念 就是非因基因非果祭果 這樣修不能解脫 你一直以為這樣修就能解脫 那你念個什麼咒 那麼就可以破地獄 可以除煩惱 可以斷煩惱 可以征服征慰 可以滅一切罪 沒有 這個是非因基因 這樣做不能達到這樣的效用 你卻以為可以 我常常講嘛 就是用沙來煉油 你家伙 把沙摩西 把沙的量增多都沒辦法 非因基因 這種境界 並不是解脫的境界 你卻以為 這樣境界就是解脫 非果祭果 這種殊聖不是真殊聖 你卻以為這種殊聖是真正的殊聖 非果祭果 然後最後一個就是什麼 疑 對佛法 不是真正的了解 叫做疑 那是什麼 對四地 佛法修行的次地 修行的原理 不了解 苦疾滅 道 什麼是苦 苦從哪裡來 用什麼方法 可以完全的滅苦 不知道 那麼這些不知道 你是不能 覺察煩惱 不能控制煩惱 不能調補煩惱 那就更不要講斷除煩惱了 就沒辦法 那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麼你看 虛達多 為什麼只聽 聽法聽一次 他就馬上正出國 他之前沒有接觸過佛法 完全沒有 是這一生 過去生可多 我告訴你 真的 過去生可多 你說像那個六祖 唐朝佛法是很新生的 你看平常都有人在背金剛經 你就知道唐朝 唐朝佛法是最新生的 你看那一些 你看那一些平常 那一些老太婆 老爺爺 那些佛法很厲害 禪宗裡面也有很多是這樣的 那你看那個六祖 什麼都不懂 但是只是被去砍柴 聽到人家送金剛經 因無所住而神跡心 他就開悟 那你看 你看那個 你看他後來去找五祖 他那個道場裡面都是出家人 天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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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邊修行的 沒有他厲害 你看為什麼 你不要看這一生 他們也出家 他也修行 念佛拜佛吃見 但是他過去一生的善根沒有他強 沒有他強 所以你看他寫那個祭 你看那個神秀算厲害了 但是出家那麼久 修行又慈見 又過那個刻苦的生活 又常常天文佛法 沒辦法就是沒辦法 就沒有六祖的厲害 那個是過去生培養的 那我們也不曉得我們過去生有沒有善根 那當然我們說如果是 如果像我們會努力來學習修學佛法 而天樂我們會覺得很相應的 那麼基本上就是有善根了 那這些善根不一定 就是一個花已經結成果 那有的果這麼小顆 有的果這麼大顆 有的果已經快成熟 就不一定 每一個人不一樣 那我相信 不管你過去有沒有 你這一生開始修 未來也是會有 未來那你過去生如果已經有 那麼你這樣修 可能不用到很久 你有可能在這一生就可以得解脫 真的 那但是我們不要也不用去管這個東西 我們就是知道 就是你看你那個樹上有水果 你就是把它照顧好就好 他該掉下來他就會掉下來 該成熟就會成熟 你不用每天去看怎麼不快點成熟 怎麼不快點成熟 那個又不是你念來的 對不對 他時間到你給他營養 照顧他不要有病蟲 他會成熟就是會成熟 那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是剛好講到這個虛達多長者 好 那個虛達多長者 虛達多長者 他去聽了之後 正出國非常歡喜 非常歡喜之後 他就覺得一定 你看他那個人 他歡喜之後 他就要把 因為在捨卫城那個喬叉羅果 那麼大的地方 那麼大的都市 沒有佛法 這個也是有慈悲心的 他希望更多的人聽聞到佛法 那怎麼辦 那佛地址那麼多 那個時候已經有一千多個了 一千多個了 虛達多去竹林經社的時候 那個時候已經 三家社捨立佛目見連 已經有一千兩百五十個了 佛過去的時候 大多數的人會跟過去 叫做藏隨眾 可是又沒有那麼大的地方 怎麼辦 想請佛過去 所以 他自己沒有那麼大的地方 所以他回去 他心裡面想請佛過去 他心裡面就在盤算這些 他要請佛過去 他希望佛跟佛弟子能夠過去 但是 你要照顧 你要照顧 如果只是佛過去那就簡單 住虛達多長者的家就好啦 他們家肯定很大 可以住一二十個 應該沒問題 甚至一兩百個 因為他們都是 他們都是大戶長者 應該那個空房間也很多 但是佛要住的又不一樣 照顧這些阿羅漢 那至少一兩百個不是問題 但是一千多個可能就有問題 可能就有問題 而且也不能 要常住的話 一定要有一間試驗 好 所以他就回去 回去就趕快找地 早來早去 早來早去 只看到七頭太子的花園 我們要知道 那個時候他們都還沒學佛 那個時候還沒有佛法 所以這一件事 是因為後來 後來釋迦佛跟佛弟子 那麼如果弘法 從成佛到涅槃 有四十五年的話 三十五歲成佛嘛 八十歲入涅槃嘛 有四十五年 一半的時間以上 一半的時間以上 而二十幾年 不是住在齊元金社 就住在東元金社 就是喬薩羅國的 喬薩羅國的兩個主要道場 齊元金社跟東元金社 東元金社就是陸子母講堂 所以這件很多經都在那裡講的 所以對佛法的影響是很深的 後來回去就找地蓋 找到七頭太子的花園 七頭太子哪有可能賣 他不賣啊 那不賣 因為交情好嘛 所以他說 他一定要跟他買 希望他能夠讓地 然後後來齊手太子 就半開玩笑跟他講 好啊你如果真的要買 你用黃金 把地鋪完 那我就賣給你 就賣給你那些黃金的價了 那一般人聽到這樣 就作罷了嘛 他沒有他真的去 他真的去 把家裡的財產什麼樣的黃金都拿來 因為建法的人 他的觀念是不一樣的 事先這些東西 那麼如果能夠讓他更增上 這些東西是一下子無常 那麼他就真的去 那麼用黃金鋪地 然後鋪完了之後 就去跟七頭太子講 那七頭太子講完也覺得說 反正就這件事情就是 給他一個難關 難題他就不會來叫你再賣給他 結果他真的做到了 七頭太子也很驚訝 七頭太子也很驚訝 後來 後來沒辦法 就賣給他了 但是他說 那你這麼舒適 那個人一定是很了不起 所以 因為你鋪地 你沒有鋪完嘛 樹的地方你不能鋪嘛 所以說那些樹是我的 那些樹還是我的 那些樹就是我供養 所以就叫齊圓就叫什麼 齊樹 齊頭太子的樹 幾孤獨的地 齊樹幾孤獨園 那我們就簡單叫齊圓齊園 那其實 貢獻比較大的應該是須達多 但是因為是齊樹幾孤獨 所以我們就叫齊圓 齊頭的花園 那其實是 其實幾孤獨其實是須達多長者的外號 因為他常常接濟貧窮 幫助這些窮人 齊圓金色見完了之後 當然齊圓金色見的時候 波士尼王也出很多錢 也有出錢 所以後來這三個人齊圖 徐達多跟波士尼王 就變成前蘭聖眾 在印度變成前蘭聖眾 我們的前蘭聖眾是光公 那個是宋朝之後 應該是因為水朝 唐朝之後 那麼他是發生在水朝 那唐朝之後 才把光公變成前蘭 前蘭主者 聖眾是很多人 那麼在印度是齊陀 還有波士尼 波士尼王 還有這個須達多長者 是以這三個為前蘭聖眾 就是最早的前蘭是竹林金色 但是因為齊遠金色對佛教的影響很大 後來就變成以他為前蘭最主要的 那這個是須達多長者 建這個齊遠金色 那佛陀齊遠金色見好之後 佛陀大部分的時間 大部分的時間 一半以上的時間 都在齊遠金色 要不然就在東遠金色 另外一個就是東遠金色 我們知道 就是喬薩羅果 我們說有兩個主要的國家 一個是喬薩羅果 最初是摩羯陀果 摩羯陀果 摩羯陀果有兩個地方 最主要的是竹林金色 竹林金色 竹林金色是佳蘭陀長者 另外一個是玲鳩山 玲鳩山沒有特別說什麼 什麼什麼講堂 就玲鳩山 那麼野長 玲鳩山 一個講堂 然後喬薩羅果 就齊遠金色 齊樹己孤獨眼 我們就簡單叫齊遠金色 齊遠金色 另外一個就是東遠金色 東遠金色又叫做露子母講堂 這等於就我們講 那佛陀也常常住在露子母講堂 像有一本 像我們有一個經叫做齋經 佛陀說 這個持齋有三種齋 就是在露子母講堂講的 在那邊受八觀齋界 就是在那邊講 那這個齊遠金色 蓋完了 那麼東遠金色怎麼來的 就是 東遠金色主要的 主要的這個 東遠是 它又叫做露子母講堂 東遠其實就是在 這個齊遠金色的東邊 或是在王舍城的東邊 那麼蓋了一個金色 那麼 它又叫做露子母講堂 露子母 露子母 基本上是指那個屁舍穴 這個字我有去查了一下 它是唸區 屁舍區 但是也有人唸屁舍穴 因為它是翻譯過來的 應該是Visaka 就是它是 它是雀 其實那個時候都是台語音 明蘭音 那 露子區唸起來 有一點奇怪奇怪 不曉得那個音 露子 它聽音 露子區還比較好唸一點 露子區 也更好唸 露子區 其實它是陰的問題 露子區 那麼 好 那這個 如果我們照它的音念好了 就露子區 那麼這個 這個露子區 它是 佛教裡面說它是布施第一的優波儀 那其實它是 應該是附身第一的 等一下我們會講 為什麼 為什麼它有那麼殊勝的音樂 它是附身 它不只是附身 它過去也有 我們說它附持 而且還修持佛法 那麼 它這一身更加附持就是了 它基本上 這個 它的布施大部分在身團裡面 布施第一的優波儀 優波儀 優波儀是女眾 女居士 優波瑟是男居士 好 那麼基本上 所以你看那個戒律 戒律裡面很多 都有記載它 因為跟它有關的事太多了 那麼基本上是附身第一 事事供養 飲食衣服 握具醫藥 那麼它在律本裡面 出現了很多 因為它跟身團有很長 比較緊密的互動 那舉個例來講 就是有很多戒也是為它制的 舉個例來講 比如說 有這麼一個說法就是說 本來身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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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結下的時候不剃度 沒有剃度 那後來 因為 因為 比如說 屁手屈夫人 她的孫子要出家 那剛好 那個時候是結下 結下 結下安居啦 那個身團是不剃度的 那後來 她的孫子要出家 剛好遇上結下 就沒有 所以要等結下之後 結果結下之後 她的孫子又不想出家了 那出家的意願已經沒有了 這個 屁手屈夫人就覺得這樣不好 如果人家要出家 應該要成就 不應該說這個時間不出家 後來 後來因為這樣 佛陀也覺得這樣有道理 所以就後來就改了 結下 結下期間也是可以出家 還有一個就是 就是 這個屁手屈夫人 很會不思 那麼她有一次 她有一次 有一次去奇眼金色 奇眼金色越來越多人 越來越多人 然後她看見很多年輕的 年少的比丘 年少的比丘 是還未未滿二十歲的 未滿二十歲 那不是二十歲才可以受比丘界嗎 那個是後來 之前沒有 之前沒有 二十歲就受巨族界 那麼她看見那些年輕的人 那你知道她 那個時候她年紀也很大 尤其是屁手屈夫人 據說生了 生了二十幾個小孩 據說她的小孩 她的子孫有幾百個 她的孫輩有幾百個 她的小孩也很多 她就是很會照顧人 她看見那些小孩子 就當作好像是她的小孩一樣 那個母愛發揮了 你知道嗎 然後又因為尊敬 尊敬 這個人這些小孩子那麼年輕 就知道要出家修行 她就 她就特別觀愛他們 然後就問他們 她常常去齊年輕社 就是她有發八大怨 你知道我們再來講 然後她就去看見這些 看見這些 這個少年比丘 就說 那你們 因為她要去 請這些比丘去運貢 去她家運貢 然後她看這些年輕比丘說 如果因為齊年輕社常常有人去運貢 她也不可以每天有 有些人要去脫搏 那就問她 你們沒有運貢的時候 你們都去哪裡脫搏 你們都是怎麼樣的 她說 就到處去脫搏 那她看這些 因為基本上 因為很多 那年輕的比丘 有時候是比較脫不到 像捨立佛目見 那個人家一看到一定先給她的 年輕的比丘比較脫不到 你像那個 你像那個 羅浩羅 跟在後面常常吃不飽 常常吃不飽又吃不好 因為前面排很多人 如果你準備五十份 一百個比丘 已經前面五十個人分走了 我去泰國多波也是這樣 只會她特別留給你 那都是前面的 因為就是出家比較久的 大部分前面都是阿羅漢 那如果再笨的人 也知道要先供養阿羅漢 福包比較大 福田比較大 所以有時候要平等供養 就是這樣 那羅漢羅排在最後面 她又是沙咪 因為她太小了 才幾歲而已 然後她還是沙咪 還沒受比丘界 沒有受巨族界 那以前就是 你是沙咪 就只有沙咪十界而已 那比丘界是後來越來越多 幾條不一定 後來越來越多的 那這些年少的比丘 那時候還沒滿二十歲 但是他們都已經受巨族界了 就是做比丘了 那這個披舍屈夫人就說 那你們如果沒有人供養的時候 你脫薄你就來我家 他就來我家 然後這些年輕的比丘 每次就去他家 那這些年輕人 他就是比較不會想 然後有一天 就去了很多次之後 有一天阿難也去披舍穴的家 因為要跟他講 講英共的事 就看見這一些年少的比丘 他們有十六個 叫做十六群 這是年少的比丘 這個披舍屈夫人 他準備很多很豐盛的 等一下這個人就閒 你這個太暖 你這個太硬 你這個太鹹 你這個太酸 你這個太多 你這個太少 一面吃一面鹹就是了 這個披舍屈夫人 也就是這些小孩子 他也各信 你說太鹹 我就換甜一點 你說太酸 我就換不酸的 我就準備比較不酸的 反正就是 都隨他們 你高興就好 我要供養你 我就是 你說這樣太鹹 那我就換一個太甜 有些人說太甜 我就換那個不甜的 反正就這樣 你說這個太暖 我就去把它弄硬一點 把準備那個比較硬的 你說太硬的 我就比較軟一點的 你知道人多就是這樣 每個人口味不一樣 這個鹹那個鹹 那個人也很好 如果是我供養的 下次我就不請你們了 但是人家畢竟是正國的人 正國的也會起煩擾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但是他煩擾沒那麼重 如果真的是我供養他 我給你們吃 你們每個人都這樣鹹 以後不要讓你們吃了 煮飯的也會這樣 煮飯 大家的嘴不一樣 這個鹹那個鹹 一百個人裡面 如果你煮給五十個人吃 四十八個人不嫌你 兩個人嫌你就好了 你就不想煮了 信不信 只要這兩個人嫌你 或是一個人 一個人嫌你 有時候你還忍耐 兩個人嫌你 你就有一點不太忍耐 三個人嫌你 你就不要煮了 信不信 真的是這樣的 這人的不好習慣 那你沒有看到那四十七個人沒有嫌你 那五個人讚嘆你 你會很高興 但只要有一個人嫌你 你那種高興馬上會沒有 兩個 三個 連續有三個 你肯定就說 我不要再煮了 真的 這個常常到場 很常有這種事 那麼你看那個屁捨屈夫人 也真厲害 他說沒關係 你嫌我 反正我供養你就會讓你高興 那但是這件事情給阿難看到了 這件事情給阿難看到了 阿難回來就覺得這樣很不好 他就心裡面想 還好這個屁捨屈夫人 是學家 學家你知道嗎 學家是正果的人 佛教有兩種結謀 一種叫做學家結謀 一種叫做富波結謀 結謀 一種是富波結謀 學家結謀 這個居是正果的 那麼正果的居是 在供養生團這邊不遺餘力 就像他自己沒得吃 就像他自己沒得吃 但是他都會請家當場供養 但是也因為這樣 有些比丘不知道節制 大家沒有的 沒有的話緣都全部到他去 因為他家有嘛 他會把自己的都拿來給你 但是 他正果 他的太太沒正果 他的先生沒正果 他的小孩沒正果 他的父母沒正果 問題就來了 他發心 但是 但是他的 如果說這個太太正果 他的先生沒正果 他的太太 就算沒得吃 他供了這些之外 他也很歡喜 但是誰會很生氣 他的先生會很生氣 對不對 就非常生氣 這是出家人 怎樣怎樣 他就會很生氣 那他的父母 也會很生氣 沒有正果的人會覺得 這個出家人 貪得無厭 就不考慮別人 因為他會把他自己的捨給他 那所以 所以後來佛陀就 就有規定 這個學家 以後規定 做一個節目就是 公告 這一家 一天只能有幾個人去 真的你不可以所有的人都去 因為如果有時候經濟不好 大家都去那邊 其他地方拖不到波 他就是沒有 他也會把他自己 比如說 比如說本來 都給你了 那每個人 這一家人只留這些 結果又有人來了 他把 給父母的 給兒女的 給妻子的 全部都共感出去了 你看他的妻子 兒女父母會不會生氣 會生氣啊 會不會討厭出家人 會啊 所以後來就有期限啊 那麼佛陀就自見 做學家解謀 就是 公告 就是 就是給大家知道 以後這一家 只能有幾個人 比如說五個人 或三個人 那如果他已經沒有錢了 就不可以去 不可以去 而且還要照顧他 還要照顧他 因為他就共養 你共得到沒有啦 所以生團要照顧他 要看他有沒有過 我要幫助他 那如果 如果 如果他有 那你也不可以常常去 因為你要照顧他們家人的感受 他 他正果 他家人沒正果啊 那 他歡喜 修福報 那家人 會造二月啊 那所以你要照顧他 所以 有學家解謀 還有一種就是 富波解謀 富波解謀是 這個人 他對佛教 對佛教 不公敬 那不公敬的話 就是公告 所有的出家眾 都不可以去接受他公養 他要公養 不過要蓋起來 不可以 不可以給他 不接受他公養 因為他不公敬 就是這種是比較沒有信心的居士 或是說他比較 比較 你不公敬 不公敬就不接受公養 其實是這樣 那非常公敬的 非常公敬的 你要考慮到他 你不能一直去他家運工 這個是這樣子的 有一些很發心的 但是你要 也要考慮到他 所以這個是 像屁捨學夫人 像 像這些 屁捨學夫人 非常發心 但是他 這些 這些 林少比丘 林少比丘 不知道 就這樣顯 阿難心裡面都在想 這個假設是 不是一個正果的人 或是比較非佛法沒信心的人 一定會怎麼樣 一定 一定會失去信心 那一定會造惡業 所以 那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 每次都在 每次都在屁捨學的家運工 那如果到其他家 他也這樣 那糟糕啦 那馬上被這些供養的居士會怎麼樣 會極賢 會有惡念 所以回來就跟佛陀講 佛陀就自戒 以後 沒有滿二十歲 不可以受聚足戒 其實你看 他也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來講這個 畢舍曲 畢舍曲 他念畢舍曲 他是 護身第一 他基本上在戒律裡面 常常會見到他的名字 因為他常常去僧團 他會見東元經社 就是陸姿母講堂 主要是因為 主要是因為 他有一次去齊元經社 聽經 他聽得很歡喜 他要去之前把那個 把那個手勢啊什麼 都 都交給一個人 放在 寺院那邊 結果回來的時候 忘記哪 因為他這個是非常有錢的 有些時候他 他的手勢 價值九千萬 或是多少錢 反正就非常多錢 非常多錢 那麼 這個忘記拿回來了 他就跟他的這個侍者悲女講 你去齊元經社 那麼看看他的手勢在不在 如果阿難收起來了 那你就直接把那個手勢供養阿難 你看這個人 我們說有錢就是任性 沒有 不是 他發心阿 你要知道 他發心阿 而且他是正果 他七歲 這個屁捨學夫人 他的爸爸 他不是他爸爸 他爺爺 他奶奶 他父親都是正果的 他爺爺奶奶跟父親都正果 他爺爺奶奶是一個大善人 那他們本來不是住在喬薩羅國的 他本來是住在央茄國的 那後來 後來住到 住到這個 他是央茄國的人 那後來駕到摩羯頭國 後來駕到摩羯頭國 後來駕到摩羯頭國 那 不是摩羯頭國 他後來他的爸爸 他的爺爺奶奶是大 大副長者 那麼這個 本來是去住在摩羯頭國的 後來因為摩羯頭國的 摩羯頭國的品婆索羅王 跟喬薩羅國的波士尼王 是有親戚關係的 因為波士尼王有一個妹妹 嫁給摩羯頭國的品婆索羅王 波士尼王有一個妹妹嫁給摩羯頭國的品婆索羅王 波士尼王有一個妹妹嫁給摩羯頭國的品婆索羅王 波士尼王 因為摩羯頭國的品婆索羅王 喬薩羅國的波士尼王 要求 要求這個 因為他裡面有五大 五大副長者 而且就是很有德 他希望他能夠派一個兩個過去摩羯頭國 結果就叫他的爺爺奶奶父親去 後來他們才搬家搬到 他是被邀請去喬薩羅國的 在搬家搬到喬薩羅國去 去到喬薩羅國的時候 他之前他爺爺奶奶就曾經共生過 他七歲的時候就跟他的爺爺奶奶去天津 這爺出國了 就爺出國了 很厲害 你看這一個小女孩 七歲就爺出國 那瑟利佛的弟弟 君提沙咪八歲 好像也是八歲 七歲要八歲 忘記了 好像是八歲的樣子 也是爺國 爺阿羅漢的樣子 那麼也是很厲害 那麼像華華經理那個龍女 那可能也有可能是 類似像屁守屈孤人這樣 你看他七歲正果 然後就這樣長大 這樣長大 他看起來好像跟仿佛一樣 其實不是 但是也是這樣 然後後來他去奇緣經社 聽經 他就喜歡去奇緣經社 去奇緣經社 聽經完了之後 就很歡喜 然後 他也忘記他手是掉在那裡 結果回來才想到 就叫那個侍女 幫他卑女去哪 但是他說 假設 假設阿難已經收起來了 那麼你就直接把那個共養阿難就好了 那阿難拿那個做什麼 阿難拿那個也沒用啊 所以他要共養阿難就說 沒有 你共啊 我沒有你就共養生團就好 所以 他慢慢不說嘛 生團拿那個也沒有用 所以他就把那個換成錢 看他價值多少錢 就用那些錢 在王舍城的東邊 或是這邊蓋一個經社 後來那個叫做東元經社 那麼用他的名字叫做露子木講堂 其實是這樣 那東元經社是這樣來的 佛陀很多很多經 也都在露子木講堂講的 其實是這樣 講到這個露子 露子木 他有很多種說法 有的說 基本上的說法是 這個露是指他的公公 就是他架的地方 因為他的公公米切羅 米切羅就是露 他的公公是米切 他後來度了他公婆 那因為他度了他公婆 他公婆曾經說 從此把他當母親一樣 所以後來變成露子 那有這麼說 那也有說他的兒子 姓露 據說他生了非常多小孩 有的講是26個 有的講非常多 如果一年生一個 也許可能雙胞胎 要不然這樣也很辛苦 那麼多小孩 他的孫子有幾百個 他的孫子有幾百個 所以他這個 有一次有一個孫子死了 因為他孫子非常多 有一次他有一個孫子死了 他就很傷心 他就去找佛 佛就跟他講 你是不是希望 你看 你看 他雖然正出國 出國還有餐生吃呢 正出國 也有感情 有時候也是很重 你看阿難就好 阿難正出國 那個佛涅槃 他哭到人整個失神 阿難佛入涅槃 他哭到整個人失神 舍利佛入涅槃的時候 阿難就哭到 這個身心 身心都忘記了 就是非常的傷心 佛入涅槃的時候 他也是 正出國的會 他感情也很重的 他不是沒有 他只是有智慧 但是有智慧 他不會像一般人的煩惱那麼重 但是他還是有煩惱 有貪生吃的 他沒有斷貪生吃 他只是調腐而已 惡果才薄貪生吃 所以你看 但是他沒有那麼重 重到會到二月 沒有 而且他觀念非常正確 他有非常正確的人生觀 所以正出國不是說 不會生氣 沒有阿正出國 也愛也生氣阿 但是沒有一般人那麼 那麼嚴重就是了 所以你看 他有一個孫子死掉了 他有幾百個孫子 有一個孫子死掉 他就非常傷心 他就去找佛 佛就跟他講 你有幾百個 如果像捨未成 捨未成那麼多人 你是不是 因為他這個人 就是也很有愛心 所以你看 他看到那些小孩子出家 都覺得很關係 你們來我家運工 他說你看 你是不是你看 捨未成一天有死幾個人 他就問他 你看捨未成很大 那捨未成據說有九十萬人 九億人嘛 九億人就九十萬 你看那麼多 他說捨未成一天 你看 就說 披著區 你看捨未成一天 會死多少人 他說 十個最少一個 一天啊 一天最少會死一個 那有十個九個八個 不一定 就不一定 但一天最少會死一個 那你看 因為他這個人是把捨未成人 都當成他的親人 他把捨未成的人 當成他的親人 把捨未成的比丘 來捨未成的比丘 都當成他共養的對象 我們等一下講他的八大願 那麼 他說 你是不是也是把捨未成的 這一些小孩子 都當成是你的孫子 是啊 那你看捨未成 單單是小孩子 那一天至少就死一個 那麼多人 那麼 假設這些都是你 假設這些都是你的孫子 那麼你不是每天都要哭 不是每天都要傷心 是喔 對不對 那所以就開始跟他講這一道 慢慢跟他講 那出國的人 就是有一個好處 就是佛法有正見的人 他會迷失 但是你一旦給他一個圓 他很快就轉過來 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佛法放在 善根就是這樣嘛 善根你給他一點水 他就開始發芽 那你沒有的話 就是你善根比較深入 沒有水 他就稍微枯萎枯萎 但是一有水 他就開始發芽 就開始正常了 所以只要有一點因緣 那如果善根非常深入的時候 不需要外在的因緣 他內在自然就會有 所以 所以 所以我們要常常 增長善根就是這樣 增長善根就是 你要常常思維佛法 要如理思維 要素素思維 要專精思維 專精思維說素 真的 這個就是善根的方法 這很重要 很重要 你要常常想 一有煩惱就想 沒有煩惱更要想 其實就是這樣 那麼幾次以後你就 你就很容易 只要聽到說法 你就容易相應 那看到現象 你就會連結到佛法 看到現象 就會連結到佛法 聽到佛法 馬上就能夠相應 很快就相應 像畢舍屈夫人也是這樣 那佛陀就跟他講 他馬上就知道 喔 是喔 所以 他那個 他那個 喪失 孫子的痛苦 馬上就沒有了 因為他馬上理解 喔 是是是 是這樣沒有錯 他馬上就不會了喔 他本來是很悲哀的 但是他一快 很快 那個佛法進入 就好像 就好像那個熱鐵 那麼水上來 馬上就降溫了 其實就是這樣 好 那這畢舍屈夫人 他基本上 我們說 他的他的家庭教育也非常好 那麼 他的父親 他的父親在他要出嫁的時候 給他十個叮鈴 那他 他要嫁也是一個 也是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那麼 就是 這是 守衛城裡面 有一個 也是大副長者 那麼 他也是很優秀 那 他的先生叫做 傅羅娜瓦達娜 那麼 他這個 他這個年輕人 也是很有個性 他說 他說這個 他要娶的人 一定是 他長得好看 頭髮漂亮 牙齒美麗 皮膚好 而且要很有氣質 就是 我們說要無美 就是 各個地方都要 很好 他才要 找不到這個人 他就寧願不娶 就是這樣 他的 他的爸爸就 就很 就是 就是 到處為他找 那 有一次 看來看去都沒有一個重義的 就是 有一次 就下雨 然後 大家都用跑的 只有他 只有他 沒有傘 他還是 他還是走 走快一點而已 但是他還是很優雅的走 然後 這個情形就可以看到了 就是說 這個人在下雨都能夠保持那麼平靜 很優雅的走 這個是他爸爸告訴他的 就是說 因為女孩子嘛 他 下雨第一個很容易跌倒 跌倒了就會受傷啊怎麼樣 而且也不好看 所以 即使在下雨的時候 你都要 內心平靜 那麼 保持身體的優雅 一般 佛法叫做威夷 佛法也是這樣 如果出家人是三千威夷 其實他也不能用跑 他是走快一點 他也不能用跑 也不能大聲叫 也不能跳 也不能狂笑 這些 這些都是威夷的一部分 那麼這個Pisa區他從小就訓練得非常好 他的爸爸是正果的喔 他的父親也是正果的 他的爺爺男的都正果 你看他也厲害 但這個其實是 這個其實是 他過去的法源 那麼讓他們成為眷屬 那麼有一些不一定 不是說全家都正果沒有 不一定喔 不一定 但是就是比起有因緣 那麼有善緣 但不一定有法源 其實是這樣 那全家都有正果的 也有 但是也不是都有 不是說爸爸正果 兒子就會正果 不一定 那麼這個 那麼因為這樣 後來就被挑上了 就 所以他就嫁入 嫁入他們公婆那邊 就嫁到他那裡 所以他出 他的氣質特勝 所以他從小 而且他七歲就正出國 你看 所以他這樣長大 雖然是這樣 他也沒有說要出家 所以 並不是說 建法正果的人 就一定會出家 不一定 那出家的 就是 出家的不一定會正果 那正果的也不一定會出家 除非你正三果 正三果就會出家 正三果為什麼會出家 為什麼會出家 為什麼正三果會出家 對 不是 不是沒有淫慾 是沒有五慾 淫慾 就是五慾的中和 沒有五慾 他離慾了 正三果把慾 慾灘 慾灘斷掉了 三果是斷什麼 斷慾灘 由慾灘而來的稱 但慾灘跟稱都斷掉了 所以正三果的人 決定不會生氣 不管發生什麼事 他都不會生氣 所以你會生氣就表示 你一定不是三果 就是這樣 但是你對五慾還有 貪 就是你人出 那麼基本上就不一定 因為這個是五慾 慾灘 假設你真的內心有貪戀 那麼五慾裡面 五慾裡面比較重的 就是什麼 飲食跟男女 飲食跟男女 男男女就是我們說的隱喻 男跟男女跟女也一樣 現在不一定是男女 有男跟男女的 同性的也是一樣 他都在五慾裡面 但是比較重的 那麼出狗還有 惡狗還有 惡狗比較薄 那出狗 出狗基本上 跟一般的人差不多 但是跟一般的人來比 他不會因為這個五慾 要貪戀這個五慾去造三二道的業 不會 不會 因為他正見 那麼 凡夫就會 凡夫為了追求五慾 他可能會造三二道的業 殺到淫妄 但是 但是這個正果的人不會 但是他也貪戀 但是沒有像凡夫那麼嚴重 他把這個斷掉了 所以三果 三果因為斷了玉壇 這個玉界的玉壇 所以基本上他會出家 他會出家 如果沒有出家 他也會 也會過出家的生活 沒有出家 他也會過出家的生活 那是正三果的 那你看他七歲正出國 他也是這樣啊 長大然後結婚 還生那麼多小孩 但是他還是過這樣的生活 那麼即使他長大了之後 他也沒有說要出家 他也沒有啊 那這個是 所以 但是就是說 他依朗 依朗是不斷的增長善根 增長善根 所以他知道要復生啊 他知道 他一定有知道了 所以 所以後來佛陀也問他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歡喜 那麼我可以增長我的善根 其實你看他就是 他就是知道這個道理啊 好 那麼我們說 他要出家的時候 就是他的氣質啊 吸引了他的先生啊 所以 他 他這個 後來他們就結婚 結婚生了很多小孩 那他壽命也很長 他過去生的福報很大 他這個是很明顯的 有善業 有善緣 有善根的人 很明顯的 他的善業讓他生在 他的 他 他出生的家庭是非常富有的 而且這種富有 又富又貴 而且他們 他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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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爺爺 他的奶奶都增過 但是沒有講到他媽媽就是了 那麼 你看他自己也增過 他的爺爺奶奶就帶他去 也增過 那這個 你看他這個 他這個善業讓他生在大夫人家 然後他又有善緣 跟這一些 跟這一些人成為眷屬 然後又有善根 可以聽到佛法 聽到佛法就 就正果 你看 就同時具足的人 那我們要先培養我們的善根 有善根 你就會造善業 結善緣 真的 有善根 你就會造善業 結善緣 那麼有善根 有善業 有善緣 你就不用擔心了 你一定會遇到佛法 遇到佛法一定會相應 那你一定不會太離譜 會有煩惱 但煩惱 煩惱會在一個範圍裡面 那你善緣生後的話 你如果要造比較大的煩惱 會有善緣來幫助你 真的 那這個就是因為你 你也常常 你也常常造善業 那麼結善緣 幫助別人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那我們說到 他要 他要這個結婚的時候 他的父親給了他十個叮鈴 這個我們 可以作為參考 他的父親給他 他的父親也是正果的 他說第一個 他說第一條 不要不要對先不要對別人 說 丈夫跟公婆的壞話 丈夫和公婆的不好 就是你不要對外面的人說 我先生啊 又簽訂啊 怎麼樣啊 怎麼樣啊 我的婆婆啊 很雜念啊 我的公公啊 怎樣 不要講這些 不要去對外別人說 因為如果有人想給他們知道 那你不是更糟糕 那你會養成 你會養成 數落別人 那麼怨恨心 怨心啊 怨心的習慣 那其實我們喔 我們 我們盡量不要怨 怨 怨就是你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或是你看到的境界不如你的意 那你就很會埋怨 那埋怨很容易 埋怨 當你心裡面有怨氣的時候 你是最容易怎麼樣 最容易說出來的 那說出來就會形成口怨 那有可能是二口 兩舌忘語 那最多的就是二口跟兩舌 如果你的埋怨啊 就跟這個人說那個人不好 然後又跟那個人 就是埋怨來埋怨去嘛 然後怨天怨地 怨父怨母 就是這樣 就是很容易喔 很容易 你很容易會說出來 然後這個怨不好 怨什麼你看 怨 怨在上面就一痕就是什麼 死啊 就是接近於死 真的 就是說你這個 就是非常不好的 這個是非常不好的心 就是你看那個就是以死嘛 就差一點點而已啦 差一點點而已啦 那個心就接近於死了 就是你未來的果也不好 不好的果 所以基本上不要對別人說 丈夫跟公婆都不好 那麼如果是我們呢 那我們就不要對任何人說任何人都不好 除非我們在討論啦 好像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幫助他 但是我們內心沒有怨恨的沒有怨心的 那麼不要不要故意的 如果是你是以怨恨心的 就是因為你說到不公平嘛 或是說你只是在說什麼說什麼 那麼盡量 當然我們不太可能做全部都做到了 像像 但是我們盡量盡量做到 克制煩惱 克制煩惱 不要對 不要對這個人說那個人不好 不要對那個人說這個人的不好 這個是兩者嘛 那你對這個人說這個人的不好 那個就變成惡口嘛 是不是 就不需要 那當然如果有一種狀況例外就是說 那大家討論 那麼這個人有些什麼樣的 有些什麼樣的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針對他的問題去幫助這個人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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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幫助他不要陷入這種情緒 這個人有些什麼缺點 有些什麼不好 那麼這些不好 我們是不是怎麼樣來幫助他 就好像他身體不好一樣 我們是不是建議他做些什麼 或些什麼 那這個是 這個是為他好 那又不一樣 不是都不能講 不是都不能講 佛陀 佛陀基本上 比如說身團有一些出家人 他哪裡不好 哪裡不好 那麼有正性的 又不是又不是也是可以檢舉的 就是可以去身團裡面說 說哪一些比丘怎樣怎樣怎樣 也要說啊 因為你不說你不能幫助他改過 你不能幫助他改過 但是在身團裡面就是說 你要自己要發入 那你如果不發入 知道了他可以檢舉 結模嗎 他可以檢舉 那這問題是要讓你改過 那並不是都 其實不是說都不能說 不是的 而是說你那個心態對 那不要隨便說 隨意的說 那修行就是這樣的 但是他 他這個你看他的父親很有智慧 你不要對別人說藏屋或公婆的不好 因為不管說的對不對 不管說的貴不對 因為你是嫁到這一家來 你在這一家生活 那麼他們一定對你會另有看法 是不是 藏屋 因為你 因為以前的女眾 印度人也是這樣 就 就嫁了就重夫嘛 那麼所以你說他們的不好 然後最終會讓你自己變不好 然後最終會讓你自己變不好 所以你看他的他的父親 給他十個叮鈴 第二個 不要去聽其他家庭的留言或故事 留言 那麼就是 就是講 其他家怎麼樣 張三家怎麼樣 李四家怎麼樣 我們叫做八卦 是非 很多人喜歡講這個 如果是佛教徒 那個道場怎樣 這個道場怎樣 就講得很高興 口莫亨非 這樣也不好 這個道場的法師怎樣 那個道場的法師怎樣 一樣也不好 那如果我們只是要討論說 那有政見沒政見怎麼樣怎麼樣 那還稍微可以討論一下 但是也不要 就是一樣的道理 一樣的道理 就是不要 有那種八卦的心 要接人家短的心 接短 就是 哎呀就是講得好像別人都不好 你很好這樣 那只有你是正統的這樣 也不是這樣 就是也不要有接短的心 就是說 接人家參巴 或講這個法師怎麼樣 那個法師怎麼樣 這個道場怎麼樣 那個道場怎麼樣 很多人喜歡這樣講 很多人喜歡聊這個 那這個是對披捨屈夫人說的 他爸爸對他說的 但是如果是我對你們說的 那就變成說 我們不要坐下來就是聊 那個法師怎樣 那個法師怎樣 這個道場這樣 那個道場怎麼樣 那就不好 那一樣 我們把他 我們把他換過來就好了嘛 對不對 一樣 你說那這個是他父親對他的一個叮嚀 那其實那如果佛陀會對我們叮嚀 那是叮嚀什麼 一樣嘛 我們不要隨便去講別人的不好 不要隨意啊 隨意隨便講 那如果你是為他好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有方法 那你慈悲心要 大家要想辦法幫助他的 那個是可以的 不要隨意隨便的講別人的不好 那麼不要隨意隨便的講哪一個法師 哪一個道場 哪一個趨勢的不好 我們把他換過來 就是我們可以用的啦 你知道嗎 好 那第三個 你這個 這個他的父親 也很很有智慧 他的父親叫做譚納舍也 譚納舍也 父親叫做譚納舍也 也是鎮出國 在他出嫁的時候 就要出嫁之前 給他十個叮嚀 第三個 第三個跟第四個都是借東西有關的 東西只借給歸還的人 借給會歸還的人 第四個 東西不應借 不會歸還的人 為什麼這樣呢 他說因為我們借給別人 我們借給他 從借給他那一天開始 我們就開始心裡面有一個負擔 然後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還給我 就簡直天天在等他還給我 那如果他不還呢 你心裡面一直會掛愛著 他跟我借東西沒有還我 他跟我借東西沒有還我 所以這個是什麼 要不你就給他就好了 就不用 不用說 不用說一直心裡面覺得 你跟我借沒有還我 跟我借沒有還我 那後來就會 怕拍感情就是 那種 那種心裡面會覺得 他沒有信 那怎樣怎樣 那這個就不好 那所以像借錢也是這樣 那要不 除非他真的會還 那如果他不太會還 那你借給他 你心裡面就會 心裡面 你就要當作 我就送給他就好 那這樣心裡面就不會 那一種 那一種 現前的情緒跟後來的副作用 就不會有 其實是這樣 那麼他當然他真的需要 那我們也有能力 我們就直接給他就好了 或是也 因為他自己 那好 那借給他 但是也 也不期望他還 要不然他真的不還 你就會變成怎麼樣 心裡面會很有負擔 真的是這樣 這個我也有經歷過了 如果當初就講好事 就給他的 後來就不會心裡面一直掛著 這個人欠我什麼 這個人欠我什麼 這個人不想信用 這個人 怎樣怎樣 反正就很辛苦 那麼以後就會跟他打壞關係 然後你以後也變成 你不太 你不太敢借東西給別人 那就變成這樣 好 那第五個 因為他父親也是正出國的 應幫助 你看他們 他們的觀念跟我們不太一樣 應幫助貧窮的親戚朋友 一個人會富有 一定是 一個人會富有 一定是他的心先富有 心怎麼樣先富有 窮窮主要不在於你擁有多少 而在於你淺貪你不捨 所以真正的富有是 你隨時都能捨 那麼這個捨不一定是錢 不一定 是那個心捨心 你隨時都願意幫助別人 這個人最富有 這個人最富有 真的 富有的是一種心態 那麼你保持這種心態 你未來一定會富有 就是 因為身心富而遠起 心悟富而遠起 你能夠趕著來的東西 就會不一樣 所以真正有福報的人 真正有福報的人 好 因為天上的人算是有福報嗎 失一得一 失失得死 想就有 想什麼就有什麼 但是比他更有福報的人 就是什麼 不用想也有 我沒有這樣想 但是我就會有 不用想也會有 我都沒有說要這種東西 但是別人就會送你這種東西 正是你需要的 因為他真正有福報的人 像佛陀也 佛陀什麼也不都需要啊 但是他什麼都會有 那天人就是 我想要有我就會有 他不用做 他只要想就有 福報大 那有福報的人也這樣啊 他只要想就有 那當然他想買什麼 就有錢就買什麼 那再差一點的人 最有福報的人就是不用想 他就會有 而且有很多 那有福報的人 那是非常有福報的人 那有福報的人就是什麼 想就有 想就有 那再差一點點的人 比這個想就有的人 想沒有 要想很久 而且要去做才有 去做才有 那再差一點的人 做不一定有 但不做一定沒有 但是 但是 稍微有一報的人 只要做就有 只要做就有 想然後去做 想完去做 做了就會有 但是 這個算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人 那比較沒有福報的人就是 做很多 也不一定有 做會有 但不一定有 要做很多才有 那更沒有福報的人 這種人 做很多也沒有 也會被人家拿去 五家公有什麼 什麼火災水災 也會失去 做很多都沒有 那不做就更沒有 那其實就是這樣嘛 那這個是 這個都是什麼 善業累積來的 你看這善業 善業是 你過車去生自己造的 他隨時跟著你 你並不是因為 這個家庭富有 所以 他讓你富有 不是 是因為你的善業 你會生到富有的家庭 你今天如果善業福報很大 你就是離開這個富有的家庭 你還是會富有 很多因有會讓你富有 真的 那如果沒有 你生在富有的家庭 你也享受不到他的 因為你的業 讓你享受不到他的財富 也會這樣 或是這個富有的家庭 就沒有了 就不富有了 你出生的時候他就開始衰敗的時候 你就出生在衰敗的時候 就會變成這樣 那這個就是業的問題 那這個聘手絕夫人 你看他的 他出生的家庭那麼富有 他的先生的家也很富有 那有些人就是福報大 你像天人幾千年 幾千年 幾千年都是 師一得一 師死得死 那個衣服不用裁縫的 叫天衣無縫 吃東西 吃東西不用去張裸的 想就有想就有 當然 每個人福報不一樣 想出來的不一樣 天人一樣是天人 還有分 分上中下 每一個眾生都分九品 上中下 上裡面又有分 上上 上中上下 不一樣 那福報大的 想出來的都是好的 比如說福報大的 想出來的米飯 又暖又香又好 那想出來的盆子 是用黃金裝的 吃完了那個就不見了 自己不見 那這個差一點的 想出來的 一點香 一點暖 那比較福報不大大的 還是想就有 但是想出來的飯是比較硬 比較沒那麼香 就不一樣 一樣想想的 但我們想不會有啊 我們要做才有啊 要拿錢去買才有啊 那有些人做了很久都不一定有啊 那做了很久不但沒有 還被剝奪 又有很多 那這個就是跟業有關係 那麼這些業從哪裡來 從你不失蹤來 幫助貧窮 那當然幫助一切貧窮的人啊 跟要師佛的大怨一樣 那 因幫助貧窮的親戚朋友 那這個屁捨屈夫人 把所謂成的 所謂成的人 都當成他的親戚朋友 把所謂成的法師 來所謂成的法師 都當成他供養的對象 好厲害 我們心沒那麼大 老實講 我們的心沒那麼大 但是可以想像那麼大 人家福報是有因有緣的嘛 有因有緣有福報 有因有緣沒福報 實在是這樣 那麼我們要向他學習 一點一點擴張 一點一點擴大 當你越為別人著想 越能夠幫助別人的時候 你那個我愛我值就越少 其實是這樣子的 當你只是想到別人 只是想到自己 沒有想到別人 你那個我愛我值就越重 那麼你我愛我值重 你就常常在因為我而造月 你就要因為我而受苦 那你常常幫助別人不受苦 你就會 你自己就比較不會受苦 其實是這樣子的 那麼他說 因幫助貧窮的親戚朋友 即使他們不會回報 就是你幫助他 因為窮人 窮人沒有能力 窮人沒有能力回報你 所以你看 我講所有貧窮我知道 那個富有的人 寧願買一千塊的禮物 去給另外一個富有的人 他不願意借一百塊 給貧窮的小孩去看病 真的是這樣 因為你買一千塊的禮物 給另外一個富有的人 到時候你要 他也會買一千塊的禮物 相等值的禮物來給你啊 但是你借一百塊 給這個貧窮的人去看病 他一百塊都沒辦法還你 你送一千塊的禮物給那個人 會有去有回嗎 那你借一百塊 他有去無回啊 所以他寧願 請客 請富有的人一次花一萬塊 他 他也他有可能不會 他一千塊幫助這個貧窮的小朋友去讀書 不一定 但是你會做的人就不會這樣 但是一般的人是這樣 他可以買看足球 一張票二十萬 他可以因為他歡喜嘛 但是給一個乞丐 他五塊他都嫌多 真的啊 這種事情是這樣子的 但是這個就是世間人 世間想 所以他沒有福報 他現在的福報是他用過去的 但是用完了就沒有了 但是你如果正出國的人 他絕對不會這樣 因為他知道他知道因果的事情 所以他會努力做這種事 他會努力去往這種地方做 就是他願意 他願意把這個一百塊拿給幫助這些貧窮的人 他也不願意就是說 只是為了讓他未來 有人送他東西或怎麼樣 他去跟那些另外有錢的人 就是他會把心用在增長他的善根 照做他的善業 然後結交他的善緣 廣結他的善緣 這方面上面 所以你會做不會做 差很多 為什麼他一生一生一生過 那麼他的善緣越來越多 他的善根越來越深厚 他的善業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他一直在做 他有一個目標 而且他很清楚要這樣做 那我們學習佛法最好的就是 我們知道路在哪裡 我們不會這樣到處走到處走 也不曉得這樣做對不對 也不曉得這樣做好不好 我非常的肯定 非常的確定 就是這樣做 雖然我做了現在也沒有比較好 但是我知道以後一定會好 那麼你非常肯定 那麼你就堅持這樣做下去 一陣子之後就會改變 真的 那麼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你看他的爸爸 跟他這樣講 因為幫助貧窮的親戚朋友 那像我們的話就變成什麼 我們應該要幫助 我們應該要幫助 那麼 我們在一起共修的這一些 這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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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參善之事 那麼出家人要彼此幫助 那麼在家人也要幫助 那麼在家人要幫助 那麼在家人要幫助這個出家人 出家人也幫助在家人 那這個佛法這樣叫做 在家是財師 出家是法師 其實是這樣 你要用佛法來幫助這個在家人 解決問題 那麼在家人要幫助這個試驗 那麼運作 那麼可以 可以無憂無慮的運作 然後大家可以用功的修行 那麼可以理解佛法 然後來告訴在家人 那麼怎麼樣解決問題 類似像這樣 那麼就是互相幫 互解善緣 那麼從這個部分裡面來 就是要互相幫助 那麼居士跟居士之間 彼此要互相幫助 那麼出家跟出家之間 彼此要互相幫助 那不是你修你的 我修我的 你不要管我 我不要管你 那你好事你家的事 我好事我家的事 不是 不是這樣子的 這樣我告訴你 你這樣修一百年 也修不了什麼 那麼所以你沒有辦法管決善緣 那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辦法 身後你的善根 那你沒有辦法 累積你的善業 所以你要身後你的善根 累積你的善業 要廣結你的善緣 你就必須要做這些事 那你知道這樣做 那麼一陣期間之後 你就會不一樣 你就會不一樣 真的 你堅持 這個就是法嘛 因果嘛 所以要叫你深信因果 這個不是泛泛的相信 是深信 所以 那麼他說 那第六個 因事宜的方式作者 就是我唯一 作者站著 這個在戒律裡面 就規定很多了 去居士的家 不能跳著走 不能翹腳 不能這樣 就是 這個就是唯一 那我們呢 等一下我們先把這個寫完 因事宜的 的方式 作者 就是要端磚了 那如果見公婆帳屋 因站立不做 這印度的習俗 見公婆帳屋 就尊重了 因站立不做 要站著 這個是一種尊敬 因站立不做 那這個如果是我們要怎麼辦 其實就簡單 就是我們來到場的時候 那麼 我們也是做要做像 你看有時候 我早上去聽講經 有些人聽經還翹腳 就在前面就翹腳這樣做著 其實這樣很不恭敬 那因為也不可能當面呵責他 但是就是他變成就是這樣翹腳站著 像我們也可以不可以 對著佛像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翹腳 一樣 就是恭敬 那像有師父來 我們本來作者 比如說我們在道場也是這樣 那麼本來是作者的 那師父來了 就站起來一下 就表示尊敬 以前我們師父來也是這樣 那不是對這個人的尊敬 那不是對這個人的尊敬 是對三寶的尊敬 是對法的尊敬 你尊敬法 你未來就容易跟法相應 真的喔 那除非比如說你在看書 或怎麼樣 或是說你正在修行 正在打坐 那就不用特別再站起來了 那你在打坐 那這個師父來 那個師父來 你就不用坐了 不是 那你再打坐 你就盡量打坐 但是如果是平常坐著在聊天的話 或是怎麼樣的話 那可以的話 你就站起來 如果在吃飯的時候也不用 比如說我們也是這樣嘛 就是吃飯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他生病的時候 你就不用特別站起來 其實是這樣 那要不然就是 站起來一下 表示恭敬 那麼在嘉年 他是看到帳戶公婆的時候 那聽聽的時候 千萬不要翹腳 不恭敬 那我看見很多 有些句是 他還有這個習慣 那其實就是 就是你如果累了 或怎麼樣 那當然可以動一動怎麼樣 但是就是 就是 表示恭敬就是不要 不要翹腳 或是不要 就這樣 這樣這樣這樣 這樣其實不好 那基本上這個就是一種 一種隨時 隨時控制自己的心 不要太 太隨便了 那也是這樣 那你自己一個人 當然就沒關係 當然 也不是說沒關係 就比較不會有 副作用跟後遺症 那盡量 你看他就是 他就是告訴他 適宜的方式做 就是隨時要照顧自己的威夷 這個就是佛教裡面叫適威夷 行柱坐臥 不是在家 不是出家要適宜 在家也要注意自己的威夷 你看那個 他只會嫁給他的先生 他先生也不錯 是因為他即使 他即使在下雨的時候 他都不會大 努力的奔跑 那是因為他很容易跌倒 受傷 或是他這樣的知識不好 你看他還照顧 照顧到他的威夷 所以這個奴家叫做什麼 君子無忠實之間為人 造次必於事 顛沛必於事 在緊張充滿的時候 他也會照顧到自己的心 這個厲害 那奴家叫做 造次必於事 顛沛必於事 在困境困難的時候 他也會照顧到自己的心 這個是 奴家是這樣子 君子無忠實之間為人 造次必於事 顛沛必於事 於事就是 他會照顧到他自己的心 保持他的人愛之心 保持他的人愛之心 那我們說 把這個運用來就是 他會照顧到自己的心 讓他自己 隨時處於平靜的心 那麼佛教基本上就是 定根會 定根會 主要就是定根會 那你隨時讓 知道自己的心 在平靜當中 然後在絕照當中 就是隨時你要讓自己的心 保持這樣子 所以要讓你覺察煩惱 就是要有絕心 那麼如果我們把這個 佛教把這個 為絕 不會為師絕照的心 那即使在 就變成佛教的他就是這樣 就是佛子 我們不用是君子 那這是奴家 你看那孔子 都注意到這裡了 造次就是 造次就是這個在緊張匆忙的時候 比如說下大雨就緊張匆忙 緊張匆忙的時候 你那個心就會 就不見了 恐怖的時候 不見了 這個時候更要穩定 就泰山奔離前面不改善 那麼顛沛畢 在困境的時候 在困苦的時候 你的心就容易不見了 就是 緊張的時候 充忙的時候 那個絕照力就沒有了 那個時候是容易造業的時候 那麼在受苦的時候 在困境的時候 在被人欺負的時候 在被人欺負的時候 在被人欺視的時候 那個絕照心就不見了 絕照心不見會產生什麼現象 煩惱 煩惱會怎麼樣 請出 就變成這樣啊 所以你要養成這個習慣 什麼習慣 讓自己 經常在平靜之中 在絕照之中 那這個不容易啊 但是你一旦 你一旦 注意到 先注意 那麼常常提醒自己 常常提醒自己 久了久了就變成什麼 就變成自然 死則勉強 終則什麼 泰然 奴家也是這樣修 只是他那個心不一樣而已啦 他保持忍耐之心 我們要保持什麼心 絕照之心 絕照之心 其實就是這樣啊 即使在匆忙的時候 你看他即使在下雨跑的時候 那麼也是這樣 那麼所以你死死照顧到你自己的心 那當然這個就是修行啊 然後慢慢慢慢慢慢 久了 久了 因為一開始一開始會忘記 因為我們有習慣不好的習慣 世間的習慣 世間的想法 但是修學佛法之後 開始有出世間的習慣 出世間的想法 那兩邊會再拉扯 兩邊會拉扯喔 但是你堅定的心會讓他傾向於出世間這一邊 幾次以後 就變成什麼 修仙的習慣為道 我常常舉個例子嘛 你家養兩隻狗嘛 一隻黑狗一隻白狗嘛 黑夜白夜嘛 佛教裡面常常這樣講 一隻黑狗一隻白狗 一開始你都是養黑狗嘛 黑狗有力嘛 你黑狗養的很大 白狗三天餵一次嘛 五天餵一次嘛 黑狗常常在餵嘛 所以黑狗就越來越大 那黑狗跟白狗打架 白狗一定打輸黑狗 那為什麼你念經 給你每天做早課好了 也一次做一個小時好了 給你每天做早課 一次做一個小時 早課晚課 比較用功的 早課晚課 是不是 一次一個小時 很厲害了啦 我告訴你 一般也沒有做那麼久 但是比較用功的 一次一個小時 也才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 誦經也不是一心不亂 也會起煩惱 念佛誦經拜佛 中間也可能起煩惱 那就當你都沒有起煩惱 你這個兩個小時誦經 都沒有煩惱 沒有夾雜煩惱 你也才兩個小時 其他睡覺的時間不管 睡覺的時間八個小時好了 那還有幾個小時 還有十四個小時 十四個小時都在煩惱中 不是起灘就是起承就是吃 對啊 平常你早上送金剛經 晚上送無量壽經或阿彌陀經好了 平常都送什麼經 八卦經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都送這些阿 那這個是什麼 他一天十四個小時都在吃飯 這個一天只吃一個小時 久了久了 習慣在哪裡 夜在哪裡 遠在哪裡 在世間這一邊 在煩惱這一邊 在惡夜黑夜這一邊 那現在換過來 那個白果那麼瘦 我以後要靠白果 不靠黑果 就常常餵黑果 餵白果 等到白果長大了 因為我們同時是雜染的 有善有惡 有善心有惡心 有惡業有惡緣 有善心有善悅有善緣 好 那這兩個力量常常會拉扯 比如說我要布施的時候 我的貪心會升起來 我是要布施 但是那個人看起來像是騙人的 那這個人自己身體那麼好 都不努力 我布施給他做什麼 增長他的貪心 怎樣這樣 你就會開始會拉扯喔 要做不做 要給多少 本來要給他一千 就覺得一千好像太多了 我自己都很辛苦 給他五十塊就好了 反正就開始會拉扯 或是說不要給好了 這個人看起來是騙人的 不要給好了 反正就是開始會拉扯 造惡業比較快 造善業是不容易的 但是拉扯的時候 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惡業比較有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兩邊在拉扯的時候 但是你開始學佛之後 你會常常提醒自己 就叫做使者勉強 要勉強自己要做 做善 像我以前 我以前開始行三千山 因為我們以前很窮 那窮的時候 很窮 我們從英國上 學習佛法上 我很早就 很早就看到這些英國的故事 英國的經典 佛法 我就知道要從布施跟舍心下手 但是布施談何容易 布施不是給錢而已 但是也是可以多少給 就是說給少一點嘛 就是要養起來那個布施的心嘛 但是即使是這樣 我從三千山開始做嘛 真的就 規定自己要做三千山事 勉強自己做 就是 你就是 要想辦法做到 做不用到三千山 做一千多件 你就變成習慣了 剛開始做 剛開始做 不是自己願意做的 我只是因為 要改善我的貧窮 才勉強做的 真的 只是因為我貧窮 是因為我沒布施嘛 好吧 那我就布施吧 就勉強 那個還不是真有心 不是真的為了幫助別人 我不是為了要幫助別人去布施 我只是為了幫助我自己脫離貧窮 我去布施 一開始是這樣子的 勉強做 故意做 但是幾次 一千多件以後 他就變成習慣 就變成歡喜心 真的 就不一樣了 那一開始要這樣 因為他會拉扯嘛 第一個 善跟惡會拉扯 第二個 有肉跟無肉會拉扯 會再猶疑啊 但是你只要堅持一陣子過後 堅持一陣子過後 養成習慣了 不用拉扯 所以後來就會任運自然嘛 那個要一段期間 要一段期間 但是你要先相信 你要先深信因果 必然如是 必得如是 就是我只要這樣做的話 那必然 會改變 那我一定要這樣做 沒有其他的方法 不然你就會變成 我去修個 修個財神法 我不用這樣做 我修個財神法 他財神就會把錢送給我 我努力念觀音菩薩 求財得財 求公民得公民 求富貴得富貴 我告訴你 那你這樣就沒辦法了 你大部分的時間就花在祈求 期望 那不行 你沒有做 你沒有去做 沒有去實踐 你沒有那個業 你沒有那個善業 你沒有得到那個善報 你沒有那個善業 你不能有那個善果 那你的善業 你會做善業 一定要從政見中 你才知道要去做善業 你要相信因果 深信因果 從內心上知道 如是因如是果 有因有緣是堅吉 你沒因沒緣你就要有 那不可能 他不會無因生 他不會自然生 不會 所以這個東西你了解了 所以政見很重要啊 要不然你都做那些無因的事啊 真的 所以 這個還要看 那他這裡講 這個其實就是你要照顧到 照顧到 照顧到 就是要尊敬 要尊敬公婆 孝順奉武奉仕師長 就是要尊敬 如果是我們佛教徒 就是要在家 要對出家 要恭敬 那麼年輕的 要對年長的要恭敬 那比較沒有得恨的 要對有得恨的要恭敬 反正就是這樣 就是上座 下座要對上座恭敬 那麼就是 基本上你恭敬別人 你自己沒有少一分啊 那別人不恭敬你 那是 那是他自己有缺陷 那麼你恭敬他 你有福報 你就會 恭敬有什麼好處呢 恭敬別人 即使他不恭敬你 即使他恭不敬你 他親視你 你也不親視他 他不恭敬你 你也恭敬他 基本上這樣 這樣的人 那麼容易 容易受到別人的尊敬 那麼長相會比較 就是親視別人 長相就會 容易長得難看 那這個 你尊敬別人 容易長得好看 而且容易受到別人的尊敬 那就是說 我們在修我們自己的 那別人他修不修 那不光我們的事 那當然你有菩薩道 你要利益他 那也可以 但是先要你自己 要先做到 要先做到 好 那這個如果運用在我們這裡 就是我們 應該要尊敬師長 尊敬師長 那這個是最主要的 那麼第八個 第七個 他說吃飯時 應先看公婆丈夫 就是你要照顧到你周邊的人 主要的人 主要的人 公婆丈夫 因為公婆丈夫 就是他 他主要 因為他嫁到那一家裡面去 那麼當然子女也有 是否被妥善照顧 是否已受到服侍 仆人是否被妥善照顧 還要照顧到仆人上下 就是你要照顧家庭 你家庭的主要核心成員 當然還有你的子女 但是他剛嫁去沒有子女 只有他剛嫁過去 只有公婆丈夫 然後他很多僕人 你看 那麼這個 就是你吃飯的時候 吃飯是比較重要的 那麼如果是我們 那麼我們也一樣 那麼我們 比如說吃飯 吃東西 或是做什麼事 我們要先看一下 比如說師父 或是說 這一些父母 長者 那麼就是我們要先照顧到別人 如果是外道 你看他就是 你看那個善生童子 他早上起來 他要幸福 因為這個是讓他自欺 因為你讓別人 你照顧別人 別人就會也會照顧到你 你讓別人快樂 別人就會讓你快樂 你讓別人幸福 別人讓你幸福 基本上這是一種因果關係 那麼你看那個善生童子 善生童子 那麼早上 你看那個 你看那些不會做的人 早上拜東方 拜南方 拜西方 拜北方 拜上方 拜下方 然後就會幸福 佛者就跟他講不是的 你要孝順父母 奉仕師長 恭敬師長 你要照顧子女 照顧先生 照顧家庭 你要照顧僕人 你要照顧兄弟姐妹 那麼東方是父母 那麼南方是師長 那麼西方是朋友 那北方是僕人 那北方是僕人 那下方是僕人 那北方是這個 南方 比如說南方是親戚 那北方是朋友 反正就是你周遭的人 其實就是你看佛者就跟他講 你要幸福 你應該照顧你周遭的人 你周遭的人是誰 父母師長 兄弟姐妹朋友 然後沙門婆羅門 要恭敬沙門婆羅門 要照顧僕人 下方 上方是沙門婆羅門 這些在你周遭的人 會對你產生影響的人 你應該要照顧他們 要把心用在他們身上 沒有 你就拜東方 拜南方 拜西方 拜北方 然後讓南方的所有的神 祂就祈願 南方的神 北方的神 都讓你幸福 沒有 真正會讓你幸福跟痛苦的人 是你周遭的人 不是那些東西南北方的神 不是的 真的 那你看 那這個是 這個是一般世間的人 在印度 那外道呢 這個 根本火 居家火 胡田火 根本火要常常保持燃燒 不可以讓它滅掉 要照顧到這個火 居家火 根本火 居家火 那麼你只要照顧好了 你就會幸福 你就可以得解脫 你就可以快樂 佛陀說不是 根本火是父母 要照顧父母 要照顧家庭 居家火 胡田火 要供養沙門婆羅門 有得的沙門婆羅門 這樣 才因為你在這邊結緣 在這邊造善宴 你幫助他們修行 未來 你在修行上 就會得到別人幫助 那其實是這樣子的 你因為你的供養 讓他們能夠得解脫 或是能夠修行很好 你未來就會 因為修行上 就比較得力 那你看 外道 居家火 胡田火 讓那個火 常常保持燃燒 那這個佛陀就馬上跟他講 真正的 根本火就是要照顧父母 居家火 要照顧家庭 這個福田火 要照顧什麼 要供養沙門婆羅門 幫助他們修行 你看 善真童子 東南西北方 拜拜 然後希望 這個遇見的所有的人 都可以讓他幸福 沒有 讓你幸福的人 就在你的周遭 那你看 他這也是這樣 就是 吃飯 吃飯是一種 一種就是 每個人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 那不管 不是說吃飯而已 就是說 你平時 你就要照顧到你周遭的人 不要讓他們痛苦 如果他們有痛苦 那麼你自己在享福的時候 那麼你要想一想 這些人 你要把這一些快樂 這一些歡喜 傳遞給你周遭的人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得到歡喜 那麼你要想辦法讓你周遭的人 跟你有關係的人 也跟你一樣歡喜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受到痛苦 那麼你要想辦法 讓你周遭的人 不要跟你一樣受苦 那麼你這個 這個要培養的 慢慢慢慢你有這個心 你要照顧到 就是你要有這個心 先有這個心嘛 先有這個心 那麼你慢慢做到的時候 那麼你就真的會怎麼樣 真的會幸福 那個是他的爸爸跟他說的 但是如果在我們修行來講 就是一樣嘛 這個就是回向啊 結果就是回向 我的好 希望我周遭的人都跟我一樣好 所以後來變成佛的大願就是這樣嘛 我成佛的時候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就是這樣嘛 就是說你把它擴大了 你把它擴大了 就是佛的境界 但是我們先不是一切的人 是先周遭的人 然後慢慢擴大 慢慢擴大 擴大到所有的人 那如果所有的人見到你 那麼都可以 或是都會得 因你而得利益 那個是很厲害的啦 但是先讓你周圍的人 可以因為你而離苦得樂 那這個是先做到的 那我們不是啊 我們通常都是 先讓我們周遭的人受苦 都是這樣啊 因為彼此不合嗎 怎樣怎樣 先讓他受苦 那只要我快樂就好 只要我不苦就好 那不行 那就算別人讓你受苦 你也盡量不讓他受苦 因為他不知道 這樣 這樣如是因如是果 所以你已經知道他讓你受苦 這個是不好的 你會起怨心 所以你知道 因為他不知道嘛 這是你知道的人 他讓你受苦 你不會讓他受苦 為什麼 因為未來 未來他會因他自己而受苦 我不會 那我只想辦法 就是說 我在這個地方 或是我 比如說我聽到佛法 我很歡喜 那麼我想辦法 把我這種歡喜 傳遞給我周遭的人 讓他也歡喜 那歡喜得利益 那麼我造善業 我很歡喜 那麼我想辦法讓 我周遭的人 也因為造善業歡喜 而且可以 歡喜造的善業才會怎麼樣 才是結實的果報 那如果你不歡喜的 或後悔的 那麼他也有果報 但這個果報不結實 就是說雜染業 就是你也會有錢 但是你不受用 就變成這樣 因為你心不受用嘛 你在布施的時候 心就不受用 所以你在受果報的時候 心也不受用 就是你有錢 花不到啦 就變成這樣 你名下很多錢 但是你很窮 你就很節儉 你就不捨不得花 都是別人在花 花得很快樂 就是這樣嘛 就是你在布施的時候 心不受用 你就沒有真正歡喜心啊 所以你在受果報的時候 你也不會因之何歡喜啊 所以我們要想 所以我們盡量做到 我們盡量做到 因為我們讓別人歡喜 那不要因為我們讓別人痛苦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完全做到這件事啦 真的 但是我們盡量做到 即使阿羅漢 阿羅漢只可以做到 不會因為別人起煩惱 沒有辦法做到別人不會因他起煩惱 有很多阿羅漢也讓人很煩惱啊 因為他的胃營或是他們的習慣不好 像大家社會讓很多人很討厭 這個交換波停 因為吃東西會吐出來 佛陀說你不要在人間 在人間會讓人家很煩惱 你到天上去好了 你本來應該是人家的福田 但是眾生看到你這樣都會起煩惱 所以你不要留在人間 你到天上去好了 阿羅漢沒有辦法做到 別人不會因他起煩惱 但是他絕對不會因別人起煩惱 但是我們也要盡量做到 但是沒有辦法完全做到 老實講 你沒有辦法完全做到 佛也沒辦法 提伯達都也看到佛頭也煩惱啊 很多外道看到佛頭也煩惱啊 那你怎麼辦 沒辦法 但是我們說在這個範圍裡面 我們還是要盡量做到 像虛普迪就是厲害 他叫做無真三昧 時間那麼快 還沒講完講一半而已 好沒關係 所以我們是盡量做到 盡量做到 那你這樣做有一個好處 就是第一個你的善根會增長 第二個你的善緣會增長 你至少不會結惡緣 惡緣未來就是障礙 那麼你每發一個心 他就是善業 其實是這樣 所以這個都是平時 你有這個觀念你就平時做 你不要小看這個東西喔 一天可能有幾次 一天就有幾次了 因為面對這個人 面對這個事 你一天想幾次 一個月就幾次了 如果一天有三次了 很多事很多時候都會有啊 進界常常有啦 真的 如果一天有三次 你一個月就有九十次了耶 有時候三次四次五次 有時候七八次 不一定 至少也有一次 真的啦 就會有這種 那你至少 你看一個月就三十次 一天至少一次 一個月就三十次 一年 一年 一年就三百六十五次 十年就三千次 這個累積起來就不一樣耶 那你沒有累積 你累積二元也是這樣 二元就很多次了 我告訴你 二元就非常多了 我們常常討厭那個人 常常 故意 故意要讓那個人生氣 故意讓那個人受苦 故意要讓人難堪 常常啊 你看 你看你有幾次啊 一天 一年 我看至少也要三百次我看 有時候一天好幾次 剛你心情不好的時候 這個人你也講 那個人你也講 你就讓人家受苦 讓人家煩惱 但是我們現在轉過來 因為那個是不知道的時候 沒有學習佛法 不知道 我以前也這樣啊 老實講 真的是佛法給我很大的幫助 讓我 讓我真的是 我覺得 真的是 我們非常感激釋迦牟尼佛 感激阿難 感激大家社 感激這些主事大德 真的 那當然最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這樣一路努力過來 那這個非常重要 但是你們現在就是要這樣修 要這樣修 真的 那你未來一定會從這裡得到利益 我們把這個講完 先把這個講完 第八個 睡覺前 你看這個是吃飯 這個是睡覺 這個是人生每天在做的事 那這個如果擴展開來 就是什麼 就是譜賢 不是 華元經裡面的進行品 從早上起來 然後遇到什麼境界 你就發願 單元總是怎樣 其實話開始就是這樣 睡覺時 睡覺前 應該注意門川 就是照顧到其他的人 這是你要照顧的 您注意 門川是否關好 家具是否安全 仆人是否禁止 就是你要留意到這一些啦 因為你關係到整家人的安全 就是你會關係到整個寺院的安全 類似像這樣 關係到別人的安全 你會替別人想 仆人是否禁止 那如果用在佛教上就是這樣 你要照顧到寺院 因為這個家 如果它第一個就是黃道 第二個就是黃佛 基本上是這樣 如果稻子來了 東西搬走了 損失啦 家庭的損失 你在這個家庭裡面一定損失嘛 黃火嘛 火災起來一樣 所以門川是否關好 家具啊 這些東西是不是弄好 瓦斯友沒有關啊 怎麼樣這一些 就是 那個是一個照顧家庭的心 那如果是我們呢 那就是要照顧團體的心 就是道場裡面 就是要會替道場想 然後因為你在這個道場共修 你在這個道場運作 你替道場想 道場好你就跟著好 道場蘇生你就跟著蘇生 其實是這樣子嘛 那就好像道場乾淨你在這裡 你就乾淨嘛 道場很髒 那病菌很多 你在這裡就容易感染病菌嘛 那道理一樣嘛 所以他照顧他的家庭 家庭裡面的成員 因為這個門窗啊 防盜嘛 防火嘛 這些會不會有損失 其實是這樣的 因為他在這裡生存啊 所以說你在這個地方 你在這個地方 你就要照顧這個地方 這個是菩薩道 你在娑婆世界 你要照顧這個娑婆世界 你在這個團體 你要照顧這個團體 其實是這樣的 先從你周遭的人開始 你這個團體你都照顧不好 你要去發展 你要去怎樣怎樣怎樣 改善這個世界 就沒辦法 先從你自己做起 所以誠心正義 齊家治國平天下 他也是一個次第啊 好 那麼我們把這個講完了 那第九個 他說 那麼他還講還沒講完 這個是否禁止 這個講完才下課 把這十點講完 我不知道會講這麼久 那麼公婆是否休息 公婆是否休息 就照顧他們了 那麼天亮即起 除非身體不適 就天亮就要 天亮就要起床 因為你是人家的媳婦啊 除非你今天不舒服 除非身體不適 我是覺得 他的爸爸 勉勵他的話 盯領他的話 我們也很好用 除非身體不適 那麼不要再白天睡覺 不要白天睡覺 因為你白天睡覺 人家會認為你懶惰 你這個媳婦不禁止 那麼家庭就會產生局域 就會不好 公婆對你印象不好 先生對你印象不好 你在家庭的地位 你就會被輕施 然後就開始會有摩擦 摩擦會越來越大 就會導致於你 離開這個家庭 就變成這樣 所以這個是第八個 第八個 來看第九個 他說 第九個 因江公婆 事為火 火的意思 因為印度人很重火 都扮火神 所以對火是很尊敬的 那火 因為你很多東西 照明要靠他 你煮飯要靠他 所以很多都要靠他 你天氣冷的要靠他 所以火是很重要的 那麼所以 將公婆事為尊敬 那麼的對象 重要的對象 那你稍微操作不當 你就會被火燒了 所以 他是 小心 小心對待他們 小心對待 剛公婆 小心的對待 然後就是尊敬 然後小心的對待 對待他們 如對待火一般 來 那麼我們對於 我們對於我們所尊敬的人 我們也要像對待火一樣 因為印度人對火 跟我們對火不一樣 因為他們是尊敬火的 讓火給你帶來溫暖 讓你可以煮東西 可以吃飯 飲食 讓你可以照明 看見東西 晚上的時候可以看見東西 我們對待我們尊敬的人 比如說對待法師 對待師父 那麼也一樣 因為他引導我們 然後幫助我們 那麼我們也是要小心 就是尊敬他們 像對待火一樣 第十個 我們把這個講完 他一樣 因將公婆事如神起 因將公婆事如神起 就是公婆事如火 就是事如神起 像神明一樣 這個就是他們公敬禮拜的對象 供養公敬奉事 供養公敬奉事 那這個是要有小心 就是 戰戰兢兢 如履薄冰這樣 供養 那麼公敬奉事 那麼如果是我們的話 那我們當然就是 就是三寶 就是公敬供養 沙門婆羅門 就是師父 法師 然後道場 就是像這樣 那這個就是 這個 他的父親 對他的十個叮鈴 好 那麼還有八大院 我本來是要把 這個十叮鈴跟八大院講完 應該講不完 那沒關係 我們下次再來講 其實 真要講 就是我們可以從 他們的故事裡面 可以引申到我們的生活上來 我們應該怎麼做 怎麼做怎麼做 其實 我們如果知道了真的 你確定了一個 你的觀念如果正確 那麼你的修行就變得不困難 不困難真的 你每天一樣 一樣一天過一天 一年過一年 一樣大家都一樣 每一個人都一樣 但是最後的結果會不一樣 真的 你的觀念對 你的方法對 那麼你持續做 幾年後就看出不一樣了 真的 那個氣質不一樣 那個素質不一樣 真的 那麼後來的結果 有些人 你看 一樣出家 同一天出家 有的人正出國 有的人正二國 有的人正三國 有的人 七天就正出國 有的人一次就正出國 有的人一次就正阿羅漢 有的人三十年都沒辦法正 那有的人不但沒有正 還多二道 你看就差別在這裡 一樣 為什麼 累積來的 一開始就不知道累積 後來就沒辦法 二月就越來越重 二元就越來越多 障礙越來越多 那你知道累積 善緣就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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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業就越來越重 善根就越來越深厚 你看 就是善根善越善緣而已 善心 此心 此夜 此緣 心很重要 那你如果知道 那麼你會發現到 你非常的肯定 你會非常的肯定 我向善 向善 向解脫 那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這樣做好不好 但是大家都這樣做 我就自好這樣做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做 這樣修行 那像我青梅的 你聽到嗎 盲目 盲人齊瞎嘛 就很危險 很危險 真的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還沒講啊 明天來講 剛講到他出嫁而已 他嫁過去他爸爸給他十個叮鈴 好 我們 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